上周六 路线警局核套钻石八式分局举办活动 开放民众入内参观警局 了解各部门工作 并近距离观赏警用直升机 反恐装甲车 消防车等警用设备 给小孩子增加了很多知识 对小孩子来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活动 然后他也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社区 就是像警察一样是怎么样保护大家 然后他们就是是有很强的装备 对咱们这边警察就是有更多的信任 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谁要叫他们 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建训关系 通常很多亚裔都会比较 不喜欢跟警察打交道 我觉得我们需要打破这个观念 因为警民需要合作 我们才能够 社会才能够保持安全 核套钻石八分局主要服务核套市 钻石八和罗兰钢 亚裔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 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 警局也在不断招聘多余众警官 警方提到近期商业盗窃 入室盗窃等犯罪问题突出 警局需要更多志愿者 帮助巡逻社区的治安 志愿者申请条件包括 没有犯罪记录 不吸毒 酗酒等 更多申请条件可以在洛县警局官网查询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 郭约希 加州核桃市在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